這件事很瘋狂,下個星期就開自己的第一次紅館演唱會 但現在還上來做宣傳 他太疼我們,對我們太好 紅家好,你們也疼我,給我一個機會上來 因為出了碟,一來又出了碟,又可以講一下show 當然可以 其實是否你準備得很好 也不是 是嗎?我想問一下你的心態上 還有很緊張嗎?一個星期多一點 還是很準備好,明天開都可以 旁邊的人覺得我很準備好 但可能大家認識我都知道我是那些 都緊張底的 沒有信心底的 也會有很多焦慮 也會有很多失誤 但我相信應該都可以的 享受這個經歷 身體狀態睡得很不好 會不會過分緊張 可能一晚都會醒幾次 不會 很軟的 太累了 太累了 很軟的 你說是不是很累 因為我現在彩排 反而不是很多 最近我一會兒去排舞 但可能兩個小時 其實就回家 所以就做一下運動 練一下耐力 會氣會快一點 因為都會有些跳舞 而且其實我的歌 很多時候很多時候 監製 由我出道到現在 很多歌 譬如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譬如我新碟有一首歌 吞口水 不要說吞口水 我都要在歌 到三分鐘左右才可以吞口水 所以就是在這裏 要訓練一下 所以整個過程 原來自己最重要是練氣 對 而且狀態是要配合 但你之前也有說 在家裡試過 整個Rundown唱一次 其實也是 那時候跟姐姐談了 但現在是否應該可以 現在比較好 因為會抽一些 譬如有些歌 那個位置 可能這樣的處理 會影響後面一些東西 我就會 調一調 不是調 所以我反而是 捉住那些項目去拆解它 怎樣可以用一個 好好的方法去處理 那現在還有一個星期 你最害怕的是什麼 其實我自己最害怕的是 唱部分 因為我想唱得好些 第二 就是 整天都說 唱一個二十多首歌 二十多三十首歌 其實好像很容易 但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我最害怕的是 其實我已經知道 哪些歌曲 我會有機會有什麼犯錯 例如有時候 用聲上面 有時候會不小心 或者那些咬字 有時候那些咬字很tricky 有些很容易會 令到你發聲的位置錯了 那些我其實已經知道了 但我害怕到時候 我會看得不準 會有這些 但我想都可以 是否比上次開西九 緊張過 因為 上次開西九 其實都沒有什麼時間緊張 那時候 來得很急 很扯 這次始終 地方有影響 紅館好像是 很神聖 現在好像做得不好 已經會被人說到 所以有很多這些 這些壓力顧不到 所以原來我也是 怕別人評論的人 沒有人害怕的 怕別人想什麼 但如果用這件事 影響自己出發前的心情 好像有點不值 所以我每天都會跟自己說 希望我不要 我現在的心態是這樣的 我希望是 其實是兩天而已 我現在很害怕 過了就沒有了 所以應該要享受它 還有這兩晚 大家爭崩頭爭飛 令到你賣爆了 又不夠飛 其實他們 你做什麼 是錯 他們都會接收 所有東西都是對的 你不用再想什麼 純粹是展現你的音樂 以及在台上 怎樣可以將這張 In a trial 帶給大家 知道 我會努力的 享受 始終自己是第一次 因為沒有了 下次就叫第二次 第二次 放鬆一點 知道 剛才聽他這樣說 也有點痛心 是嗎 為什麼 沒有信心 很多事情會擔憂 你說那些票還沒買完 才怕 是呀 還要抄了 還要炒價 還有那些院友 也是超級支持 對呀 疼愛你 行內人也是 但有時候我會覺得 當然做一個show出來 很想令到現場觀眾 或者可能我的院友 希望他們很開心 但其實另一方面 其實你也很想做好 我覺得不可以 大家喜歡 我就沒有所謂了 所以我也盡量希望 現在的緊張 我覺得我還沒做到自己最好的 你還沒拍照 可能是 加上衣服 或燈光 很奇怪 有時候 三點多凌晨 在家裡還沒睡 用腦子 進行一次show 聽了 有很多這些 預演一次 不過都要的 我現在可不可以公開呼籲 因為我聽到真的有點同心 適當的緊張 我覺得是對的 我們每個人上台前 都一定有 如果沒有那個緊張 其實反而 你重視才會緊張 對 反而你卸做更壞 我覺得適當的緊張是對的 但越聽它 你想想 將來會不會有人留言 罵我 說我不好 那些都擔憂 這種過分緊張 是會影響的 我公開呼籲什麼呢 有沒有行內的朋友 或者前輩 經歷過這些 用什麼方法 因為我們就這樣說 放鬆吧 沒事的 其實對它是沒有幫助的 有沒有一些前人 或者前輩 用了什麼具體的方法 可以令它舒緩 這樣就可以幫到洪家學 所以有些事情很搞笑 譬如我呢 我每次演唱會 都會帶我唱歌老師去 即使我拍攝了一天 她都在 她都很老實跟我說 其實我現在扔你上台 我都肯定你沒有問題 但是你 我自己 我自己就會 旁邊的人 說多少都可以 但是自己做的 就不會這樣 所以 我可以的 我相信我應該會 可能緊張一會 即是 頭幾個歌都要溫暖一下 都應該可以的 你有沒有聽回演唱會的聲音 聽了 我覺得都比上次進步了很多 但是仍然有些位置可以再好一點 真的 因為坦白說 總有的 有一種方法就是針對性的 因為一邊聽她害怕 她是害怕自己做得不好 那可以怎樣做呢 你看回演唱會 或者你自己在家 動著攝影機 自己右邊做一次 當你不斷看回演唱會 你就知道其實還可以的 那你的信心回來 可能就沒有那麼害怕 反而有時候 有些我很害怕很恐懼的歌 總會有些歌手 可能有些歌特別難唱 或者特別唱得少 我們背稿也是 去到那個位置 要請什麼嘉賓 怕卡的 因為怕讀錯 很重要 不要讀錯 那句一錯 整件事就和了 一定有那些位置 那你會怎樣處理 那些我就 反而我聽回錄音 我覺得那些唱得不錯 真的OK 所以就 沒事了 其實慢慢解釋 其實在享受過程 其實都是 每一天下班 其實回味 都覺得自己 其實都沒有想過 自己好像在做一樣 可能沒有質疑 或是沒有時間 有機會經濟到這個害怕 這個緊張 這個上台那一刻 其實都應該要是 我會是享受的 連這種緊張都享受 對 我們在這裏 愚足來Good Show 今天就在這裏公開 這張全新的專輯 大家聽熟 或者聽多些他的解釋 在紅館裏面 就更加投入了 這張專輯叫做 In The Child 是不是都是適合整張碟的主題 其實主力 我感覺到的感覺 都是玩的 全部都是關於玩的 或者是有些愛情的東西 拍拖 Puppy Love 其實In The Child 其實In The Child 就是說 我現在長大了 其實我們每個人 大家都一樣 都有個 內在小孩 小朋友 總之有些位置會 例如我們看到一些玩具 或者我很喜歡的禮物 其實我們都會有小朋友的心 但是有很多小朋友當時有的東西 又因為我們長大了 而我們沒有了 我想說這件事 就是兩者會 因為我們現在是大人 但是我們還有這個小朋友的心 又不敢表現這個小朋友的一面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是大人 有個包袱在這裏 可以是這樣說 其實我們有的 只不過我們不敢 或者我們越大 小朋友的部分就越降越低了 是的 在這裏面 封面是用黑色和色彩色去做封面 或者做藝術 而裏面真的有一些好像玩具 那樣的小扣針 是的 有三個小扣針 好像一些附屬品 去送給大家 包括一個鐵皮機械人的襟章 和一個大笨匠 這兩個 因為裏面的照片 可能大家都見過 因為有些歌曲都放得上網 剛才這個就是機械人 這個就是那隻機械人 因為我的照片 全部都在日本公園拍攝 就是想拿我們大人在公園的感覺 其中一個取景就是一隻大笨匠 裡面他笑得很開心 因為這一幕是很棒的 這一幕在日本公園裡有一個火車仔 旁邊那天是放假的 很多那些真的小朋友 你知道日本的小朋友是有樣子看的 那種真是一群立不小心的 臉有紅包包 然後我看到我拍照 有個大人在那裡 他突然走來搞你兩下 然後我跟他玩了一點 當然未必有放進去 但很棒 我的笑是純粹覺得他們很可愛 很真心 你的inner child也有出現 有些也是他鬼馬樣的 你主要這一輯照片 是想呈現你小孩的一面嗎 其實不是 小孩的一面是在景 景就是小孩的一面 即是公園 即是內心其實是公園 但我自己其實你看到 我不會穿小朋友的衣服 即是我是一個成熟的人 只不過我問大家 大家都好像很久沒有去公園 你明白嗎 你經常去的 你經常去的 為什麼 因為真的 我喜歡這種感覺 因為他真的是小孩 其他 哎呦 還有有些東西是要去到那個地方 才能感受到 即是那種放鬆 那種鞦韆 你家裡不會突然有鞦韆 你家裡附近哪裏有公園 就是家裡樓下有公園 所以你經常去 對 會逛逛 我自己就很久沒有去 所以就 那樣東西 而且那些公園很漂亮 這些 其實好像是一個城堡裡面 以前小時候 你當你是孩子 我那天去 那些人真的覺得 那些小朋友 真的覺得自己是那個王子 國王 拿著玩具劍玩 但我們沒有這件事 到底我們上了公園會否覺得自己是國王呢? 其實沒有了 可以是很深和很反思的題目 對,所以連帶的歌曲是很... 很深的 我覺得是最適合這個主題 當然之前水的就是我有了水 但這個是一路做下去,我們一路發展就成為了這個碟 繼續有洪家豪在我們《戚餐樂壇》大家在IGLIVE看到這支碟的實體碟 其實會在你洪館演唱會的時候,大家就會得到 他正在玩這支碟 這個不是真的,這是Dummy 原來不是就是Inner Child,是Inner slash Child 不只是說你內在小孩 中間的slash特意加進去的目的是? 不只是內在,只是想說你的inner 有個child 或者你現在長大了 或是你child的時候,那個inner是有沒有呢? 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 看你怎樣吹 不是真的,我是很難的 即是一個謀案給你出來 或者這樣說 我們不要逼他,他還在看演唱會的rundown 其實Ryman有跟我說過 他其實想寫一些歌 例如《只要你不尷尬》 Ryman寫的歌 他又說其實是想 你小時候很喜歡你的朋友 即是說三五歲的時候 你會直接擁抱他的 現在你會不會呢? 不會 就是這個,就是講這件事 你是不是想擁抱我? 他一直在想這件事 在思考這件事 或者I love you這個字 你到底現在是否這麼容易說出來 這個已經很Hit了 真的不會 真的不會 還有你不尷尬的事情 就是現在為什麼你不做 是因為怕被人說 以前小時候你不會覺得尷尬 不會覺得尷尬 你的壓力來自什麼 去到剛才最初的訪問 就是因為你怕網民說你 是啊 我聽過一個森美大哥的訪問 他說他去看 好像不是看小朋友的表演 他覺得很享受 因為他們只是亂來 但他覺得他們很享受 他就很開心 所以其實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其實每個人都是這樣 你要帶這個心態上紅館 我會試一下 是遊樂場 紅館只是說 就是這個碟裡面的公園 其實玩不定 我很開心 一定 到時候感覺一下 就是一個禮拜 威文為你寫了另一首歌 叫做《衰仔樂園》 沒錯 也是現在正在推動的歌 是啊 這一首是否他已經知道你的碟是叫做《Inner Trout》 其實我好像差不多 第二首歌是《萬天星》 本來想要派的 但想想到也是好善 第二首歌是《只要你不尷尬》 其實已經在講這個話題 跟威文在聊天 剛才威文就分享了威文跟我們說的擁抱 然後再延伸一下威文跟威文合作的就是衰制樂園 其實他擺明這是Z曲 但他有什麼元素呢 其實他就拿了衰制樂園的卡通的Look God 就是Kenny裡面有一個人叫Look God 他就說他從來都沒有對白 從來都沒有被人看過的樣子 唯獨有一次一揭開Hoodie 原來他很帥 我們就延伸說 其實作者寫這個衰制樂園其實對他都蠻壞 我每一集都死 沒看過樣子 每一集都要翻山 我都死了 你還寫我回來幹什麼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Kenny如果我用一個 代入Kenny的角度 我代入一個舞台劇 你有沒有想過Kenny其實他很愛作者 他不停為作者犧牲 我為了你死 沒所謂 觀眾笑我我OK 但因為你作者寫我 所以這首歌的對象是作者 死多了幾百次 我都是覺得搞笑事 你給我的 因為如果我連這件都不肯做 我想你沒有了這個角色 你不會再讓我演這場戲下去 所以對象是作者 就是這首歌 《戚餐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接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吧